10月23日 描绘了香港导演许安华 40载电影生涯的纪录片 好好拍电影 在香港国际电影节首映 导演间监制文念中 与许安华一同现身 当晚的首映里 作为资深的美术指导 文念中与许安华 在男人40 明月几时有等多部电影中有过合作 文念中说 过去显有关于香港电影人的纪录片 许安华对电影的热爱和坚守 深深感染了他 因此想用这部影片 去记录许安华 香港电影和香港的成长故事 历时三年的拍摄过程中 从镜头后走到镜头前 成为被拍摄的对象 许安华形容自己是为所欲为 影片呈现的是非常真实的自己 做纪录片跟做演员是不一样的 当演员特别辛苦 因为要记他词什么 你纪录片你就为所欲为吧 然后他们就拍 那不太一样 不过当然我 我不是太喜欢就是标榜自己啊 可是因为我非常信任文念中 他不会把我弄得很糟糕这样子 你觉得他有很真实的呈现 对对对对 在拍摄中 文念中也渐渐观察到 徐安华行为人知的一面 他可能一直给我们的印象 就是一个大导演 但是其实他有很少女心的一面 就是很像一个少女一样的 有这么一面 对 就这个还 一样人觉得还蛮可爱的一个 什么地方是很像的 就是比如说他会 他会说 一些打扮的想法 就是怎么让自己 再好看一点 就是有一些少女的 一些就是想法 作为开辟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先锋 徐安华的光影生涯中 作品慎风 纵横影坛的40多年间 指导了《风节》 《与人四时》 《天水为的日渔夜》 和《陶节》等多部经典电影 六次斩获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导演 2020年7月 徐安华荣获第77届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终身成就奖 成为全球首位 获此殊荣的女导演 文念中说 好好拍电影 于2018年拍摄完成 未能记录下徐安华 据威尼斯林讲了一幕 略有遗憾 只得在结尾一字幕成信